赢36个视频赢得百万粉丝 登上热搜第一 这个主人公张同学究竟凭借什么 能够稀粉百万 很多网友在看过张同学的视频后 都说是专业的拍摄手法 高端的剪辑节奏 网友们总结的很到位 看看他的视频绝不是随便拍拍 200多个镜头随意切换 配上抓人的BGM 虽然是简陋的农村 但看起来好像是在看好莱坞大片 节奏不脱碳 从头到尾可见是花了心思的 所以张同学也被质疑 后面有团队的操刀制作 怎么说呢 张同学的视频镜头角度 确实不像是个人拍摄的 如果是自己拍摄的 那就说明张同学肯定有摄影基础 要不然细节把控和镜头切换 都做得那么到位 没有几年功夫下不来 想当初李自欺就是自己拍摄 自己剪辑 一种田园的家乡风格 深深抓住了网友的心 如今的生活节奏飞快 反扑归真的慢节奏生活 给了很多人一个地方 一种回忆一种良药 而张同学拍摄的内容 也属于是比较朴实的生活 记录的也就是实实在在的农村生活 很多人评价它是南版的李自欺 朴实无华的题材 也总是能吸引着网友继续看 放佛有一种魔力 让人从视觉到听觉都感觉意有未尽 网友们也因为它的镜头 在下面说着自己的感受和过往 一气呵成的动作 精湛的剪辑技术 让大家一不注意就会错过一段小美好 这种快节奏正是抓人眼球的方式 甚至有时候循环播放都全然不知 张同学普通的生活也在他的手中 变得不那么普通 随着张同学的爆火 更多的人开始笑话 快手 你感谢日本人竟然把小米给拆了 为啥 这是一部被日本某机构拆解的小米10青春版 目的是为了调查中国5G手机价格优势的秘密 拆解后他们发现 小米10青春版的屏幕成本45美元 处理器成本50美元 摄像头模组成本35美元 当地售价29518日元 算上其他物料 得出了利润率确实不超过5%的结论 老米粉们都知道 其实早在三年前小米6X的发布会上 雷总就曾公开表示过 小米硬件综合净利润率永远不超过5% 时至今日性价比依旧是小米手机的代名词 我看这个机构就是吃饱了撑的 连中国人不骗中国人都不知道 快手拥抱每一种生活 快手拥抱每一种生活 大家是在大陆的山东手 在出门的时候呢 忘记给我的智慧已经手机充电了 我走遍了整个街区 都没有找到一个电话亭 在这里不得不要表扬一下台湾 很多便利店里面都可以缴费 不到30分钟 不到30分钟 我的通话就恢复了 赚了好几家便利店 这边便利店都不提供缴费的服务 老板 葱花费 过了